那因為現在黑人捲入了性騷擾 這個案當中 那這個開出第一槍的藝人大牙 他就在他的臉書上面 PO出了一則網友的提醒 就稱對方疑似是在找公關公司 務必要小心網軍的攻擊 結果不久之後呢 果然大牙的臉書上面 就出現了疑似遭到網軍的攻擊 但整排的留言呢 都長得非常的相像 不過呢 其中有一則留言似乎露了線 大牙貼文下的留言區 確實湧現了簡體字留言習慣 但內容清一色都是 又要炒熱度了嗎 無聊 不要亂污蔑我黑哥 請拿出實證 不過有一則留言 與其他人不太一樣 寫著任務冒號 請統一發以下這句話 不要亂污蔑我黑哥 讓身份當場露現 事後還在留言下方詢問 望了山上面那句 如何刪除 讓許多網友看完笑翻 纷纷留言低配版網軍 不過也有網友認為 這是反串文吧 接著轉換焦點 帶大家來關心藝人 王力宏和李靖磊的離婚大戰 兩個人呢 在美國的官司已經告一段落 紐約法院判定離婚獲准 而現在兩人的戰火 是延燒到台灣來了 最近他們被拍到 在新店家事法庭上演的 世紀同台 各有各的陣仗 而且離開時是呈現了兩樣情 王力宏呢是大方的揮手致意 不過李靖磊卻是一臉的撲克臉 臉紅大戰從美國打回台灣 雖然兩人已經撕破臉 但王力宏以及其前妻李靖磊 還是相當有默契的穿著白襯衫 搭配黑長褲 在新店家事法庭實際同台 根據《金周刊》報導6月28日一早 王力宏與他的律師抵達法庭 許久沒有面對媒體的他 看到鏡頭似乎有些錯愕及驚恐 不過離開法院時 王力宏不知是適應了 還是在法庭上跟李靖磊談得很順利 他面帶和善地向媒體揮揮手 還跟記者說謝謝 上車後還主動幫工作人員喬座位 關門前更再度對著鏡頭揮手 向媒體告別 展現十足的情和力 但李靖磊可就和王力宏相反 看見媒體時眼神少歹殺氣 並背對著鏡頭 一旁的律師們也使用人強戰術 將李靖磊互在中間 快步進入法庭 而根據《金周刊》報導 《每人在美國的官司》 日前也告一段落 納粹法庭判定離婚或準 並需強制執行過去裁定 包含王力宏申請的 強制執行探視權 以及令靖磊拒絕南方探親 被判藐視法庭也恐被罰款 不過王力宏雖然成功離婚 但因為她是起訴的原告 所以必須負擔李靖磊的律師費用 超過台幣100萬元 再來看到的是女星 王巧穎日前指控 曾經獲得金曲獎肯定的張三 對她性騷擾 不過張三不僅是否認 還指控她假咪吐 對此王巧穎昨天在臉書發聲明指出 她將正式提告正名清白 王巧穎在臉書上發出律師聲明 她指控張三日前說她假咪吐 是為了轉移焦點 不願承認她曾經的性騷擾行為 而對她的不實指控 也已經涉及妨害名譽 因此決定訴諸法律一陣清白 深信真相永遠經得起驗證 事實更勝於雄辯 同時希望張三先生可以坦蕩地面對 曾經對她做過的言語騷擾 肢體騷擾以及妨害名譽的責任 台灣的MeToo風波越演越烈 名嘴朱雪橫日前是遭到國民黨 台北市議員中佩軍指控性騷擾 而朱雪橫也在六月的時候 向台北地檢署告發了自己 那地檢檢察官今天傳喚朱雪橫道案說明 確認提告內容 朱雪橫面對媒體的提問 則是表達不回應 請問一下今天來開庭有什麼 要移情什麼樣的犯罪事實 沒有評論 這位記者有什麼話想說 你記起剛出性騷擾的情結了嗎 還是你全部都忘記了 受到指控之後 朱雪橫第一時間也於直播中道歉 最後暫停所有直播 還有取消所有通告 朱雪橫十二日在個人臉書PO文 自稱已經地狀向台北地檢署告發自己 便主動面對司法調查 但因為朱雪橫告狀寫得語言不詳 檢察官今天以他自案 傳喚朱雪橫道案說明 確認提告內容 並且提供朱雪橫個人的通訊內容 作為後續的調查依據 面對媒體 朱雪橫則是表達不評論 接下來讓我們看到的是 已婚的國防大學資源管理所所長賴志明 與小他十七歲的少校女學生 發生了長達五年的婚外情 兩個人還在桃園共逐愛潮 而賴志明為了幫女學生取得教師資格 還協助他進清大博士班就讀 不過針對指控 他本人則是回應 一切都是有心人士的刻意抹黑 而對此國防大學也作出了回應 表示已經成立專案小組 將依規定辦理 絕不寬戴 國防大學上校賴志明 慶祝女學生吳姓少校畢業 但根據《鏡週刊》報導 相差十七歲的他們 不只有師生情 更普出長達五年的不倫戀 《鏡週刊》直擊 六月二十一日傍晚 吳少校走出桃園高鐵站 拖著行李準備上賴志明的豪華休旅車 隨後一起回到他們在桃園親埔的同居處 兩人平時出遊會避免親密互動 最多並肩而行 但有人向《鏡週刊》爆料 擔任國防大學資源管理及決策研究所所長賴志明 為了幫吳少校取得教師資格 不但讓他掛名論文共同作者 還協助他進《鏡大博士班》就讀 未來畢業可回到國防大學任教 還把學生當人頭來乍領研究經費 對於種種指控 賴志明向《鏡週刊》澄清 他兩年前離婚 目前單身 吳少校是靠自己的能力考上青大博士班 他只是介紹當年的指導教授給吳少校 吳少校到他家是為了商討研究與功課 這些都是有心人士為了搶官位而抹黑 接著轉換焦點 帶大家來關心台中五億高中生墜樓命案 賴媽媽昨天針對現場啤酒罐中 驗出的麻醉藥品 利多卡因向檢方提起在意 那其實不只是啤酒罐 現場有其他的物品 也有驗出相同的成分 另外有一名姬童指出 他之前在看新聞時 耳邊突然出現 有人說迷幻藥 這個聲音是相當的清楚 令他是嚇了一大跳 而且他表示說現在是五億高中生 在處理自己的事 而且這個啤酒罐裡面 也有驗出這個麻醉藥品 利多卡因 麻醉藥品利多卡因 台中五億高中生墜樓命案 雖然日前台中地檢署已經偵查終結 但不起訴書裡明明就有記載 現場疑似瀨聲喝過的啤酒瓶上 有驗出麻醉藥品利多卡因 如果是有這個服用或者塗抹的話 那也有可能造成這個死亡 或者是說意識昏迷這些結果 內姆的委任律師許哲偉四日向檢方 提起在意及三點訴求 包含未交代賴男死因動機 右手針孔以及頸部出血 並希望檢方對利多卡因 進行更深入的調查 而根據媒體報導 除了賴生的啤酒瓶外 下男的啤酒瓶 垃圾桶內的衛生紙等 也都驗出同樣成分 但檢方認為賴生體內 並未驗出利多卡因 不可能因此昏倒或喪命 不過身為豐都大地跡身的 楊先生指出 是賴生在處理自己的事了 楊先生6月時就表示 他在看吳醫生相關新聞時 突然聽見有人在他耳邊說 迷幻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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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還相當清楚 讓他嚇了一大跳 而現在才爆出驗到麻醉藥 代表有人良心不安 讓事情浮出水面 但究竟真相為何 仍帶相關單位進一步調查釐清 台商定檢署今天也有作出回應 包括這個賴姓高中生他的啤酒罐 有驗出利多卡因之外 其實啊 下信配偶他的啤酒罐也有 另外現場 扣的像是衛生紙便利貼 還有濕紙巾也都有驗出來 不過他說應該是受到污染所導致的 那現在這起事件呢 其實還被發現了一個恐怖的巧合 就是五一高中生 他在四月的時候有買了一台新機車 而機車的車牌號碼是9513 有人說這個諧音就像是救我醫生 新機車的車牌號碼9513 除了513剛好是賴媽媽的生日 9513他的諧音也像是救我醫生 救我一生 與五一高中生一個月後發生的離奇墜樓 命案情況可以說是不謀而合 有足夠的 都是家人在看的 你沒有想要看? 那你們說不謀 人說不謀 你沒有想要想說不謀